除了今天这个大盘呢 这个大涨行情作售之下呢 展望一下是在这个9月份呢 目前只剩下这个倒数两个交易日 明天要面临时在摩台结算 这个过去历史件来看 算一下这涨幅 也许在9月份真的或许能够看到了 所谓的万点行情哦 而且我们要筛选出来6档 这高盛率的起边有两档 在涨率哦 在9月份过去几年当中呢 都是呈现了上涨 百分之百铁定会上涨的个国 我们稍后来揭晓 不过先来看到是在大盘的行情哦 刚刚提到了最近10年当中哦 光是在9月份来算一下的话 涨率是超过了8次 跌的话是下跌是来到2次 涨率是来到了80% 平均涨幅是1.13% 如果把时间再缩小一点点呢 因为在10年当中 当然包括了金融海啸 在最近5年里头呢 9月份的行情上涨是来到了4次 下跌只有一次而已 涨率也是80% 但是平均涨幅就相对比价大了 来到了3.53% 如果我们用这个3.53%的平均涨幅 来套用一下今年的行情哦 今天收在了9485点 乘上了这个3.53%的这个涨幅之后 到底在9月份今年或许能够看到是 多少的行情点位 也许能够攻到了9820点 能够看到了9800点哦 这个是从过去历史间推算到了今年的行情 或许9月份能够看到了9800点 这里要先问一下微远了 今天大涨之后 大家信心全数的归队了 明天两大秀摩台结算跟红海的除全席 是不是也是可以乐观期待 好我想当然明天是摩台的结算 刚才伟廷有讲到 那其实今天的一个上涨 我想大家都很开心啊 对啊可是我们我们去看一下 刚刚我们这个有秀说来说 根据历史资料的统计嘛 过去10年其实涨的机会都是8成 过去5年也是涨的机会是8成 那我们去想一下为什么 对不对为什么 我想在上礼拜五啊 那我刚好也有来节目上面 跟大家提到说 那一天8月22号 刚好是全球央行开会的日子 杰森后 杰森后 那我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 他开完会之后 只有过去从过去那么多年去推算 只有金融海啸跟欧债 这两年除外 后面的半个月 每一年都是涨的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 这个我们三立很用心 统计出这样的资料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原因 因为杰森后 那杰森后是什么呢 我们比较没有时间 跟大家讲那么清楚 总是是全球央行 在做一个开会的动作 那叶伦其实没有讲太多 让大家太担心 虽然没有释出太正 让大家激励的训绩 可是呢 也没有让大家太过于担心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其实我认为说 到9月中之前 这个机会还是蛮浓厚的 可是呢 我们要看一下说 接下来因为今天大涨 明天的一个状况 明天的状况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上下这个 加权指数这个日K线的部分 其实之前的高点 在7月15号 在9593.88 那个时候是短信上面的高点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 那一带的量 那一带的量大概都1200到1300亿 所以短线 对 短线明天 明后天再攻 一定会碰到压力 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那边有套牢量 这个请大家做一个留意 可是呢 后面我们其实以整体的看法来说的话 短线的部分还是说 震荡过后还是有机会 再往上做的攻高 加上明天是鸿海的这个 初宣席的日子 然后这个摩台结算 土洋对坐 自营商做多 外资放空 最近自营商比较厉害 自营商都赚钱 比较厉害 真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这两天震荡 如果出现震荡 不用太担心 后面的行情 其实到9月中之前 还是多方的占有优势 给大家参考 好 我觉得你说 在短线方面或许会碰到的前波的高点 稍有一些这个套牢的这个卖压会涌现 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但是这个委员提到了 在这个到了9月中旬之前 台北股市都还是有行情 的确是可以期待的 除了有行情之外 我们就来看到说 好 9月份真的有行情的话 到底有哪些的个股能够选择呢 在过去5年当中 9月份几乎是上涨 几率百分之百的 有哪两档 我们先来看到 画面当中从这个 在这个软体当中跑出来数字 以及包括了个股出现了6的 创围啦 企机啦 长荣行 以及包括做软料 这化工股的永光 需要驱动IC 以及包括是在 西华是做十英元件的 我们先从这个涨率百分之百的 这两档来看 先来看到是在创围了 USB3.1的这个个股 在过去9月份 最近五年当中 9月份上涨几率百分之一百一定会上涨 而且平均涨幅很让大家觉得期待 有两成的空间 就看到这两个数字 这个线揉手都开始仰了 历史当然可以作为借鉴 但我不喜欢说什么股票 是百分之百一定涨 因为通常太过于笃定 有时候会有例外 这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去思考 那为什么有些股票 每次到了9月份 真的就比较会容易涨 那9月份是什么关键的一个时刻呢 也就是整个第三季 大概这个业绩 已经法人的部分 估计的都差不多 接下来10月份 要公布第三季财报 谁会比较强 谁会比较差 大概法人心里 就会有一个谱 既然心里有一个谱 他们不会等到说 10月份财报真的公布出来了 才去买 一定是在9月份 就提前在做布局 所以业绩好的公司 往往在9月份会先涨上去 原因也就在这里 那创围的部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它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做什么 最主要它是国内来看的话 所谓高速传输界面 IC的一个设计公司 这个部分 除了说USB2.0 这个技术之外 那在这当中 USB3.0 PCI Express 还有包括这个 Cira ATA的一个部分 目前都还算是一个 国内的一个领先者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 所谓的高速传输界面 应用在哪里 第一个 Notebook 以及PC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PC已经再度的复活 Notebook开始大幅度成长 第二个 在游戏机的一个部分 那通常进入到下半年 圣诞节的采购旺季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 八九月份开始 一路到这个圣诞节之前 所以我们看到 在整个业绩表现上 七月份营收 现在是已经公布出来的 创为的一个营收 还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如果游戏机 Notebook的一个拉货 继续的往上来做成长 业绩是不是在第三季 能够继续成长 这我认为是创为 为什么每次到了九月份 股价都比较容易涨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还是碰到一些 这个旺季方面的加持了 除了这创为之外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档 是比较没有这么高的名气 是落在了西华 西华的这个做十英元件 涨率在过去五年当中 九月份八成 平均涨幅也不错 至少超过了一成以上的空间 百分之十一点一 这个西华是说 最近切入了所谓的 维基电产品 黄辉兄 大家对这个名字 跟这个产品 实在觉得很陌生 没有维基电产品 简单讲又把它当作一个围字 就是东西什么东西 都很小就对了 但是他是像一个很接 像CPU 不像CPU 那种庞大的运算功能 所以他也比较 属于类似那种 比较简单型的 那像我们一般常讲的物联网 有没有 其实有很多产品 他都必须要靠这个面子 下去做 我们有办法说 每一颗东西都给你装CPU 来做贵的 做我们比较偏偏的东西 他大概就是往这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感觉上都是很重要 可是又不是像CPU 来得那么重要 从这个方向去想 那他这个面子来讲的话 因为基本上 他只是说 我们把食音质量器做得比较小 那符合我们现在的主流的趋势 比如说像可能一些穿戴式装置 或者其他等等 他可以用得到的东西 可以用到 但是我今天讲C 不一样 我们先从财务面来看 就是说 因为最近我们发现说 不管是电视的 穿戴装置 物联网 其实大家都讲到 已经非常多了 那我们实际从财务面 来做比较 到底这个股价 这个位置点有没有什么吸引力 好 那这个部分可能 搞不好跟我打月线 因为老师都看得比较久一点 月线一样缩小图 我们要看什么呢 第一个 各位最好听 就是这个价格 各位注意到 现在目前的价格 落在大概二十来块 大概二十块左右 这就是二十一点二五 那左边有一个价格 叫二二点五五 是 好 那你注意 这两 为什么这两个价格很重要呢 其实我们从营收来看的话 各位你知道吗 它的营收已经创了那一个高点的新高 换句话说 不只是在九月份而已 而是因为它整个一个产业的改变 包括说我原来的实际震荡器 我切入到所谓的更小的MES的这样一个震荡器以外 那它的客户又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呢 它现在是不只是大陆的需求扩大 而且已经达到中南亚去了 这是很很妙的一件事情 以前中南亚 以前中南亚东西 它可能就不是中国的那一块 而是什么三星啦 LG的市场 可是现在是 中国的小米或者是联想的 已经进入到中南亚 还有印度的市场 三星几乎是 几乎快低不过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的客户是属于中国的 而且我们不要说最高阶的 比较低阶 因为经济的比较高 那怕比较低阶好了 那比较低阶 我发现说奇怪 那业绩怎么往上窜 那你如果业绩往上窜的话 那理论上你的价格不应该低于 二十二块点多啊 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做比较 就是说我业绩 创了那时候的新高 那照理讲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跟刚刚群创有点雷同 有点雷同 所以我认为说它的空间 我的看法是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认为说在目前为止 各位还另外一个点 你要看 我要交代一点基数面的东西 其实各位没有注意到 其实在刚刚左边那个图 二十二点五五五块 二十二点五吧 它的左边 下面不是量爆量吗 那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大家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意思就是说 我感觉说 司法你就去到这里而已 你要再往上的机会是不高 可是回过头来 各位你注意看 现在准备二十一块 都要准备二十二块 对不对 好 那业绩竟然创新高 股价理论上要创新高 各位只要小心一点就好 如果它在冲高二十二点五 这个关卡 只要它的成交量 不要超过左边 就是那个爆量 那个大量就好 那代表 接下来的后面 对它来讲 它是一个洗手 所以我想各位 你在操作 像这样的一个 应该这样讲 属于在 实际正常界 算是比较二线的 它不像经济 那么属于一线的公司的话 你就可以从量 去做一个辅助 也就是你在操作它 你明明看好它 可是呢 因为不晓得 到底它会涨到哪里 没有关系 你就从成交量 我刚刚讲 只要突破 不要爆量 那这张股票 基本上 它是属于比较安全的 但是注意 如果爆量 就要赶快离开 就等于说 在这个稀微 它这个价格 可以往上的创高 但是不能爆量 这个价格能够创前 波得高点 二十二点五块钱 但是要小心 这个量 千万不能失控 这个对后续的股价 会比较有偏向的 多方的发展 另外我们就来看到说了 是跟刚刚上半场的主题 有一些关联系 驱动IC 如果说在面板方面 真的有一些 短多的存在的话 当然在这个下游部分 是不是也能够 因此受惠 我们就来看到 是在需要了 在这需要呢 涨率百分之八十 上涨空间 跟西华一样 超过了一成以上 将近是百分之十二的 这个上涨空间 这个威远怎么看 好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如果我们从 需要去看的话 因为 其实需要 它之前的什么 基期很低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它的基期非常低 我们可以请导播上一下 它这个K线图的一个部分 我们切到这个周线 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基期够不够低 其实基期的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说真的 跌满深的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看指数快要送行 从六十几块跌到现在 对 指数快要送行 到爱国票 怎么这样 对 它的表现真的是 蛮弱的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面板 用这个驱动IC的部分 我们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技术面的 去看 我们请导播上下这个KD值 我们把成交量换掉 我们放下这个KD值的部分 这个周线 需要的周线的KD值 我们去对照一下 很低档 而且已经黄金交叉了 那大家有人会想会不会低档顿化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如果KD值已经反弹到二十以上 它就不容易出现低档顿化的动作 因为如果说在十几底下在那边晃 它还是有可能会持续性破地 可是它已经反弹到二十以上了 低档之后KD黄金交叉 这个是蛮有机会 再加上说我想 我刚才有统 我们有这个统计资料给大家 上涨几率八十percent 好 那八十percent的情况之下 如果极其这么低 上涨几率有八十percent 我想当然胜率自然会提高 那因为如果说股价已经涨到天上去 然后那个时候胜率很高 对不对 过去几年胜率很高 可是再去做操作 可能会有点心 会有点害怕 可是呢 极其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说实在还蛮有机会 因为其实 今天的这个面板股大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四九六零的奇美财 有没有跟着涨 有啊 这个八二一五的明基财 也有跟着做一个什么 上涨的动作 不管是奇美财 还是这个明基财 甚至是这个辅祥的一个部分 面板零组件都掉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再看一档指标型 去对照下 三零三四的这个联永的部分 也是属于面板零组 对不对 它的股价 最近表现蛮强势的 可是呢 需要在这么低档的部分下 我觉得它是一档 被低估的个股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 都是在这个电子股的身上 当然这个第三季呢 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子题材 但是我们来观察 还是有唯一档 是落在了传传个股 化工股的身上 就是落在了永光 在跟其他电子股相比的话 其实永光 其实还算是蛮特殊的啦 算是一个传产股 涨率80%上涨空间 比这个需要跟西华 还要来得更犀利 超过了一成五的涨幅啊 这个特用化学 这个现容怎么看 好的 它是化工股 特用化学 听起来好像是传统产业 但我会这么说 它的景气是跟电子业息息相关 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注意到这档股票 除了说过去这五年九月份的 一个业绩 这个股价表现有八成的上涨 几率之外 还发现到一点 最近苹果在五月份 取得了一项专利 这项专利叫做什么 叫做把触控感测器 跟这个太阳能 把它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它的一个触控模组当中 未来会铺设一层太阳能 藉由吸收光源之后呢 当然如果应用在iPhone 或是在智慧手表里面 可能就可以大量延续了 这些电子产品的续航力道 那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成为市场主流 谁会变成受惠者呢 我们就发现到 永光它的几样产品 第一个在触控面板的部分 它里面的光阻剂 其实就是永光在做提供 或是穿戴装置 现在很多人都说 会用AMOLED的一个面板 那这个光阻剂 也是由永光在做提供 那再来包括了像苹果的部分 接下来iPhone或是iWatch 都可能采用蓝宝石玻璃 蓝宝石玻璃在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 都需要研磨 都需要抛光 那个研磨液抛光液 谁在做一个生产 永光也是在做这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未来如果电子装 这个所谓的穿戴式装置盛行 或是苹果真的把整个蓝宝石的一个需求 蓝宝石玻璃材料 我要特别强调 所谓的蓝宝石不是宝石 它只是一种玻璃而已 把蓝宝石玻璃的需求 大幅度增加上来 这个部分永光 反而有可能会是最大的一个受惠者 当然这个部分 最近股价的表现上来看的话 指数前阵子跌破季线的时候 也都看到 它其实还是蛮强的 都在这个季线之上 强势来做一个整理 这里来看 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转强的聚会 我觉得在九月份 也是值得大家观察来就期待的 所以它算是有点苹果概念就对了 没有正式接到苹果的订单 未来有潜在苹果的概念 公司没有承认 它接到苹果的订单 好 这些公司就算有接到 也不会承认了 这个情况大家来参考了 关我回来 我们继续请三位来宾 这个挑选两党的个股 提供大家在这个明天的行情 有一些方向 我们稍后来 来 喝三十八度金酒 马上瓜重三万八 来 请你八十度四 没瓜重 再继续抽奖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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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酒三八夸夸夸夸乐 半甘情拼中金 凌智的创作 杜老爷旷世其派卡布其诺 家具灯饰 一网打进 8月29到9月1号 就在五谷工商展览馆 未来不一定要伟大 但是一定要精彩 通中美语 家具灯饰 一网打进 8月29到9月1号 就在五谷工商展览馆 未来不一定要伟大 但是一定要精彩 通中美语 演绎动能 极致进化 为超越而生 ES150 洪家藤重新启动你的世界 早鸟优惠 万元配备升级送 军级美国威州花旗生茶 9月8号前 第二盒半价 满元气包 送花旗生茶包 0800 026 678 今天呢 我是Jemmy 我是Jemmy 嗨 我是Ivan 我是Emily 我是Mily 爹 你怎么这么爱学 我还给你呢 嗨Mike 你怎么做 嗨Mimi 你怎么做 乔登数位美语 分享学习 分享爱 老同学 你是不是为了家庭事业 付出了一辈子 到了稍微 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 身体的不舒服 却悄悄地找上门 这就是养生专家 关心的亚健康现象 天天喝 喜多那 照顾好自己 才能享受黄金岁月 别让健康比你还早退休 喜多那 懂身体 顾整体 喜多那 你知道3C产品会加速眼周肌肤老化吗 全新DNA特论再生眼部修复系列 让年轻从眼开始 解决所有眼周老化问题 DNA特论眼部修复系列 雅诗兰黛 家具灯饰 一网打进 8月29到9月1号 就在五谷工商展览馆 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 享受灰干的快感 宠爱自己的极致饗宴 等您亲身来体验 海南旅游首选雄师 今年唯一正宗泰国鬼片 8月29 水南海 来 喝38度金酒 马上刮中 3万8 来 吃你八色的四 没刮中 再忌讳抽奖 来 金酒38 刮刮乐 我感情变中金 好 欢迎再次回到这个节目现场了 接下来请这个老师提供两党的个股 希望说在明天大盘有些正面方面的加持跟注意了 先请这个光辉兄来看了 光辉今天还是提到了一党是在高价股耶 联发科今天下午有新的新闻说这个相关 英特尔想要入股的不是联发科是在大陆的展讯呢 还好英特尔没有买联发科 基本上因为联发科也不太可能卖了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的经济部长呢 他有点名 那由联发科 那我一个中心点 那发展出物联网 根本是一条政策的方向往哪里 具指就是以联发科的一个技术 然后带动整个一个物联网 那当然整个物联网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商机很庞大 那包括张中文他有讲 那不过我在想就是说 那到底联发科 他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我们知道其实全球在今年 应该说股市表现最亮丽 除了美国以外 美国甚至涨得非常强势 可没有注意到 七指在哪边呢 那我当巴西有特殊的案例 不讲 其实就是在印度 因为印度当他换了政府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东西似乎有机会改变 那这个机会改变什么呢 当然就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基礎建设 他们点名嘛 我觉得要做好基礎建设 那基礎要做好基礎建设 好 那有很多东西去改变 好 那接下来你注意看 另外一个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雷军 我们的小米鸡 当然也许但是很夸口 不过他说我在大陆卖完之后 我现在要卖到 东南亚跟印度 那我今年的预估目标是多少 四千万字的 好 我们姑且不论是这块东西 但是我们来想一下 雷军讲的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卖到四千万字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道理 各位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小米鸡的东西 刚刚好就是怎么样 中低价位的东西 你苹果今天卖到印度去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问题是还是卖到高度 因为苹果不平中低阶嘛 那现在我请问大家 中低阶会靠谁呢 联发客啦 对嘛 不就是联发客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是 那联发客不能包括像印度 或者是物联网的话 我认为它其实它有机会 不过我们这地方建议大家 就这股价的表现来讲的话 它需要做一番时间一个震荡 这就是属于比较一个长期性的题材 要留意一下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F安瑞 那三个月是F安瑞呢 我们知道它是做所谓的资讯安全的 它是网路资讯安全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说我特别提到它 是因为我们现在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台湾是据说了 统计出来 低头组最多的 这个就是喜欢上网 有没有 那在上网里面呢 我跟你讲 有很多比重非常高 在做网路购物 也就是说本来 大家是习惯坐在 那个PC前面 网路购物 可是现在已经改变了 就是说 行动装置 包括平板或者是手机 网路购物的比重 竟然会要超过什么 桌上行电脑了 就很方便 对方便嘛 好那请问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手机安全怎么样 我们知道 其实手机的安全 本来就比不上电脑的安全 那现在如果说 大家都用手机了 那手机的安全 有没有更重要的 需要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辅助出来 这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 目前的趋势来讲 资讯安全里面 会是接下来手机 就是在电商的部分 电子商务 我认为它的关键点 不完全只有 只靠支付宝 它关键点是 我网路下端到底 安不安全 如果安全 我才愿意消费 我想F安瑞在这块 他琢磨了几年了 那包括他的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营收 其实慢慢的起来 所以既然是有题材的 那实际上营收有上来的话 我认为 他的一个股价 就可以留意了 特别是注意看 他的股价的表现 一直走一个区间震荡 目前都还是一个区间 这一波 其实他有一部分的修正 那既然是修正下来的话 我们看周线 都是很明显 周线看出来 你看到图 周线 各位你看 这个就是标准的 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那既然是区间整理 一定来到 里面的一个下缘的话 他就可以留意到 跌了一下按头 不会 各位可以吗 当做WD 所以这个颈线就很重要 如果颈线不跌破的话 如果有顺势往上拉抬的话 其实他就有一个空间的表现了 好 这个包括了手机的安全 当然是未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发展 除了包括了 是在哲光辉兄提出了 两党联发科之外 接下来请这个县容来看 今天县容也是提出两党 电子 电子今天着重在设备 而且在自动化设备 都有机器人的概念 在这里面 那谈到机器人 这当然是我在今年持续看好的一个重点产业 这两天我们看到 花来街日报有一篇报道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 他说其实机器人现在这个普及率 尤其在工业机器人的部分都还非常低 应该不会太高 造价太高了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他说这当中 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越卖越便宜 那机器人造价还比较贵 所以这影响到工业机器人的一个普及率 那我的看法跟花街日报不一样 我认为说第一个 就是因为现在这当中所有有的一个产品 毛利率越来越低 所以厂商为了要cost down 现在大家都知道 人力成本是越来越高的 那人力成本是越来越高 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但是工业化机器人现在的一个造价 虽然看起来还比较高 但是其实未来的趋势 会是一个逐步降低的一个现象 开始来做出现 那所以说整个这个未来的一个 整个机器人的一个使用量 势必是越来越成长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量还不大 机器还很低 产业来看的话市场还不大 那未来才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这也才值得我们去注意 而不是说我们去找一个 现在量已经饱和了 已经饱和了的产品 才要去做切入 那都已经来不及 所以我们说长线会看好 机器人相关产品 原来原因在这里 那这一波来看的话 有许多机器人概念股 当然已经先涨上去 像工业电脑8234的新汉 已经足足从这个三十块左右 涨到现在都涨到六字头的一个价位了 那再来的话呢 有哪一些也有机器人的一个概念 而且业绩真的也在成长 开始来做加温的呢 第一个2464的一个盟利的部分 那盟利他最主要生产的产品 在自动化设备的一个部分 其实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工业机器人 包括像台积电 自动仓储的设备 谁在供应 盟利在做供应 包括现在面板厂的部分 很多生产线上面的一个 这个面板上上下下 都已经不是靠人力在做搬运 而是靠什么 而是靠这个工业用的机器人手臂 在做一个这个搬运 那谁在做这一块 也是盟利在做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现在面板厂 包括友达包括群创 都已经宣示 未来将要大幅度把这个产能移 生产线移回到台湾 但是不是要用台湾的老公 而是要运用台湾的一个 自动化生产的一个技术 那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认为盟利的部分 是值得来做观察 那下半年来看的话 七月份营收已经创下今年的新高 代表说业绩已经开始来做走强 强进到机器人应用市场之后 这个部分 接下来股价的一个加温力道 最近大盘 最近它这个股价的成家量 连续两天都有开始来做增温 是不是大户已经开始来做一个进货 筹码换手之后 我觉得是值得观察 那另外一档个股 也跟这当中 自动化设备有关系 是在2360的一个制茂的部分 那以前大家对它的印象 大概就在LED相关的 检测设备的一个部分 其实呢 这几年它已经运用在整个 这个软体硬体的一个市场的部分 开始切入到 所谓的自动化设备的领域当中 已经蛮有不错的一个成绩 从原本的单纯检测设备 现在变成一个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 最近据我们了解 除了上半年的EPS达到1.36元之外 也开始拿到了 包括像NVIDIA 包括像高通的一个订单 那带动股价的部分 今天也开始 比较明显的一个量开始来做出现 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是不是也有这个当中 量能增温大户开始来做一个进货 准备来做一个转强攻击的态势 我也认为说在这里 还是可以值得观察 所以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先从产业面去找机会 再找看看哪一个开始 有机会来做攻击技术面转强的股票 我认为说机器人这一块 仍然是投资棒 接下来好好来做锁定的重点 好 就先看产业 再看这个技术面 好 最后一个事情 魏远来看了 今天魏远有选了一档 是跟资产题材有相关的 对 我想一档是资产题材 一档也是偏向电子股 那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一档 来 这个2107的这个后升 我想我在8月19号那一天来 我有跟大家介绍这一档个股 那个时候的股价在30块 今天已经来到34块 所以已经涨了超过10个percent 那你就 诶 为什么 对 很奇怪 为什么 来 我跟大家讲 其实理由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外资已经连续买超15天 第二个 周KD已经黄金交差 从技术面看 从画面看 都是很有机会 那第七个呢 后升这个7月份的营收年帧率 是增加了40几个percent 那 其实它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资产的题材 营件的部分 其实它在这个板桥 有两个建案 一个叫做乔峰 一个叫签月 信义区也有 信义区B7也有 那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它上半年赚多少钱 细扣 4.01 它现在股价多少钱 那您可以去做一个推算 所以后面一个看法 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 那另外 第二档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今天先跟大家介绍 4979的滑星光的部分 理由其实蛮简单的 第一个 它是云端的概念股 第二个呢 其实它第三季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出货的一个费用 能够持续性的提高 7月份营收也通常新高 从这个4G四照之后 整个一个光线的产业 都值得大家做一个留意 好 在下半年 但包括了手机之外呢 4G是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从原本的三虎将 现在希望变成了五虎将之外 咱们来观察是在 彩鼓当中 能不能够持续发酵的 这个题材了 锁定明天的三虎财经 我是韦庭 感谢你收看 我们再会 你怎么这么爱学 我也是今年了耶 嗨 Mike 你怎么做 嗨 Mimi 你怎么做 喬灯数位美语 分享学习分享爱 爸爸他们都是抱贝的好轻松 我也想跟他们一样 是个小朋友背起弧度来设计的 中央分散 背起来都很轻松啊 后面是透气设计的 不会热哦 我多希望你轻松一点 孩子只需要一个好书包 你是咱的母哦 以保书包 全省back to you 百达游都买得到哦 家具灯饰 一网打尽 8月29到9月1号 就在五谷工商展览馆 你知道ZC产品 会加速眼周肌肤老化吗 全新DNA特论 再生眼部修复系列 让年轻从眼开始 解决所有眼周老化问题 DNA特论眼部修复系列 雅诗兰黛 国久到高三线上学习 studybank强力师资 重点整理强化入科 studybank 钻截镜片 提供二数倍护眼防晒系数 防泼水 耐磨森